各位朋友大家好 中国民间一向就有一种说法叫做风酒必变 它的意思就是说每逢到了九制结尾的年份 中共的统治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甚至是发生乱局 那今年是2019年 现在看起来这个说法还真有道理 现在发生变化发生乱局的这种节奏是越来越明显了 时机是越来越宁静了 大家看一看在国际上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 这让中共国际空间急剧的萎缩 也让中共的经济情况越来越恶化 这是促进变局发生的节奏 那现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也是如火如荼 中共根本收拾不了这个局面 这也是触变的节奏 那国内经济呢急剧下行 大量的工人失业 而物价呢又在不断的上涨 急速的上涨 让老百姓怨声载道 这也是触变的节奏 那现在又发生了一个新的事情 就是中共内斗 也有可能公开化 很快有可能公开化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触变的因素 现在这个因素我们已经看得出 一些端倪来了 给大家讲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在昨天 中共的一个喉舌媒体叫做求是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这个篇文章呢 是习近平在五年之前呢 做的一篇讲话 五年之前习近平去参加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六十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会 在这个纪念会上面呢 他做了一篇讲稿 那这篇讲稿 五年之前的一篇讲稿 现在被求是拿出来重新发表 那求是呢 他是中共的一个权威的 最权威的理论刊物 是个半月刊 理论刊物呢 他一般的并不播报什么新闻 他有可能就是说 把一些旧的事情拿出来重新说 在这些旧货里面呢 要找到一点心意 这是可以勉强可以说得通的 但是奇怪的就是 所有的中共的这些媒体 那些专门讲新闻的媒体 他们都接到了这个通知 都要求来重新发表这篇文章 这就包括新华网 新华网已经发表了 还包括中央电视台 在9月15号的 央视的新闻联播里面 这个五年之前的这篇讲话 居然是作为头条新闻 拿出来播报的 五年之前的事情呢 而且五年之前 已经到处都已经播报过了 中共所有的党的 喉舌媒体五年之前 都已经给他宣传过了 为什么五年之后 又重新拿出来炒剩饭呢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中共的这个新闻媒体 党的喉舌 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给老百姓洗脑 在实行这个功能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风格 就是简单粗暴 直接的撒谎 直接的造谣 比如说几十年以前 他们撒谎说 中国的这个母产 可以达到十万斤 那现在他们还在造谣 还在撒谎 还在歪曲事实 说中国的人权 比美国好五倍 这是简单粗暴的这种风格 那它还有一种功能 就是要对全党里面的 那些官僚讲话 做这部分功能的时候 他们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就是春秋笔法 威严大义 你如果不是中共官僚 或者是对他们那一套 不太理解 那就根本不明白 他们到底在讲什么问题 你像习近平这篇讲话 你看起来真是平淡无息 和他平时所讲的那些 光话 透话 废话 没什么两样 为什么求是把它拿出来重新炒作 为什么所有的这些新闻媒体 党的新闻媒体被要求重新播放呢 这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话 有一些话隐含着生意 可以拿出来作为党内斗争的工具使用 可以向全党释放一种信息 现在要出现大的变化了 甚至是释放这样一种信息 习近平要有大麻烦了 那中共他们搞这一套 这个是非常非常老道的 他们这个党内变化 党内斗争要公开化 要有大内斗的时候 一向就是从宣传入手的 从媒体入手的 你比如说 毛泽东他要搞那一场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他从什么开始呢 他从报纸上面发表一篇文章 叫做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外人真是搞不清楚 海瑞罢官这么一个戏剧 你拿出来批判 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吧 值得你一个国家主席 大动干戈来批判这么一个吗 而且呢怎么会把这个批判 这么一篇戏剧啊 来作为一个大的 这个政治运动的一个起点呢 但是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比如说邓小平 他要搞所谓的改革开放 要把华国锋拉下马 自己爬上台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先是在光明日报 还是在人民日报上面 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 全党就接到信息了 啊邓小平要上来了 华国锋可能站不住脚了 那这一次呢 又是一样 求是发表了 习近平五年之前的这篇文章 因为这五年之前的有一篇文 这篇文章里面呢 有一句 是对习近平本人是相当相当的不利 他们实际上啊 就是拿习近平的话 来攻击习近平以指之谋 攻指之盾 习近平五年之前是怎么说的呢 他这篇讲话里面有一句是这么说的 他说要看一个国家 是不是民主 主要是要看他最高领导层 是不是能够依法的 有序的进行更迭 那大家都知道去年两会的时候 习近平已经废除了这个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 他要搞终身制 他已经拒绝了最高领导层来进行更迭 他想干一辈子 而且呢 他采用的手法也不是很合法的 不是很有序的 他是把这个武警调集到人民大会堂的里面来进行示威 威胁那些参与者 让他们不敢不服从他的这个意志 他也把北京的这个卫戍区的部队已经重兵调集了 让所有的与会者都不敢违背他的旨意 实际上他废除的这个领导任期的限制 这就是违背了他五年之前自己说的那些话 中共啊 他建立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要造成一种啊 这个民主的假象 但是呢 现在这个反习近平的这一方啊 就用这个假象啊 就来反击他 就用习近平本人的自己说的话来反击他 所以说呢 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媒体啊 中共内部的媒体现在都在转载 这就是说明了 现在中共内部反习的声浪是非常的大 转的越多 说明反习的声浪越大 反习的声浪越大 那么到了十一的时候啊 习近平阅兵的时候 心里面呢 就会越不踏实 但是十一阅兵还不是一个重大的转机 最重大的转机是在十一之后 十月份呢 他们要召开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就是党的这些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全部都去了 甚至这个四中全会也不排除啊 再开一个扩大会议 把那些不是中央委员的人也把他邀请去 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 那在62年的时候 那他们就举办过一个七千人大会 那在这个大会上面呢 刘少奇就向毛泽东公然的发烂 差一点呢 把毛泽东整的下台 这是有先例的 那么这一次十月份 这个四中全会 这对习近平是一个大考验 在四中全会之前 我相信各派的人马 现在呀都在暗中准备 都在摩拳查掌 现在这个求是这篇文章 以及各个新闻机构的 这种转载 这种播播 就透露出这么一个信息 习近平 现在呀 你要对你过去所说的话 负责任了 你要改弦跟章了 这就是中共内部斗争的这么一个节奏 对这个内部斗争呢 有很多人是觉得啊 无所谓 中共管他们内部怎么斗 他们都是一群 这个专制统治者 都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实力 这个观点呢 是对的 但是呢 大家一定不要 从只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内斗 内斗啊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中国大变局的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大变局啊 有几个条件啊 民运的一位前辈 胡适根长老啊 他曾经说过 中国这个要发生变革 一定要有三个方面的啊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国际力量要介入 现在国际力量已经介入了 他在这个美国啊 欧洲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力量都已经介入了 在促进中国向民主的方向发生变革 那第二个呢 就是民间力量要崛起 那现在民间力量呢 还在这个隐藏的阶段 还只是以潜力的形式存在的 那但是我相信很快很快就会崛起 那第三个呢 就是党内要有分裂 党内如果不分裂 如果他们这九千万人啊 几百万军警 铁板一块 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那就难办了 那中国就变成朝鲜了 那个变革就很难很难发生了 但是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啊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都正在成行 都正在那向前推进 所以说这个变局是非常非常的宁静了 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 今年十一的时候 有一些维权群体 极有可能突破层层封锁 走上街头 那么这就是以民变来触发政变 那如果是中共内部啊 这个四中全会 十月份的四中全会啊 他们内斗先开始了 那么内斗一旦起来了 那么我们民变呢 就要马上跟上啊 让民变啊 来呼应这个政变 这也会引发启动中国的大变局 所以说呢 今年2019年 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密切的关注 政治局势的发展 一旦出现了机会 大家立即出动 好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